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加征25%关税的惊人威胁 这一言论如同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引爆了一枚炸弹 令全球关注的目光瞬间集中于此 随着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不得不迅速行动 紧急飞往佛州与特朗普会面,意图在即将到来的贸易风暴中寻找出路 会议的焦点将围绕如何平衡加拿大的经济利益与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并解决芬泰尼等问题 这场会议不仅仅是两国领导人的对话 更是关乎两国经济未来的关键时刻 在如此不确定的局势下 杜鲁多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到加拿大的命运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若实施,无疑将影响到美国消费者 进而引发经济连锁反应 在接下来的报道中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场高层会谈的潜在后果 以及杜鲁多如何应对特朗普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背景下 任何一国的贸易政策变化都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 最近,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的一番言论 犹如掀起了一场经济飓风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特朗普扬言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输入美国的商品 征收高达25%的关税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议题 更是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旨在施压两国在打积分泰尼等毒品级非法越境移民方面加大力度 此言一出,立刻让加莫两国坐立不安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显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应对特朗普的强硬态度 杜鲁多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加拿大的经济利益 他迅速安排了一次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行程 计划亲自在特朗普的私人庄园、海湖庄园与其会面 这次出访充满了紧迫感 因为他必须在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维护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在动身前,杜鲁多公开表示 加拿大将团结一致,抵抗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他强调,加美贸易关系是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 任何单方面的关税措施都将对两国经济造成伤害 杜鲁多的表态不仅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 也是向特朗普施加压力的策略 他希望通过坚定的立场来为加美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对加拿大的出口构成严重威胁 然而受影响的也不仅仅是加拿大一方 在美国,消费者也可能因进口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增加而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 想象一下,加拿大生产的汽车、木材等商品若被征收高额关税 美国消费者最终将为此买单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种双输的局面对于任何一方都不是理想的结果 与此同时,芬太尼问题也是此次会谈中不容忽视的焦点 芬太尼是一种极其强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 其滥用已在北美地区酿成严重的药物危机 特朗普希望加拿大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打击芬太尼的走私和滥用 而杜鲁多则需在会谈中立沉加拿大政府为解决此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这场会谈不仅仅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 更是两国人民未来的命运交织 无论结果如何,双方必须意识到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合作与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正如杜鲁多所言,加美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之上的 唯有通过真诚的合作才能够共同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 与此同时,加拿大社会各界也在密切关注这场关税风波的发展 加拿大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 生活成本却在不断攀升 杜鲁多的支持率因此受到影响 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 杜鲁多面临的国内压力与日俱增 他和他的自由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会输给反对党保守党 面对这种内外夹击的局面 杜鲁多迫切需要通过与特朗普的对话 确保加拿大的经济安全 杜鲁多迅速行动 希望通过外交斡旋来避免高额关税的实施 他与加拿大的十个省长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与美国的关系 力求在这场关税博弈中找到出路 这一举措表明杜鲁多深知团结国内各方势力的重要性 并希望通过内部团结来增强与美国谈判的底气 在这场国际贸易的较量中 特朗普与杜鲁多的会晤 将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 两国领导人的谈判 结果不仅攸关两国的经济利益 也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加拿大环球邮报和CNN报道 杜鲁多将在29日晚上 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 同行的还有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 然而杜鲁多的行程安排却并未提前公开 似乎表明他对此次会晤充满不确定性 在海湖庄园的晚餐桌上 特朗普与杜鲁多面对面地坐着 气氛可能会有些紧张 特朗普或许会惯常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加莫贸易的不满 而杜鲁多则需要巧妙地运用外交手腕 试图说服特朗普重新考虑他的关税政策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过于激进的关税政策 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经济动荡 比如1930年的斯木特获利关税法案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因此杜鲁多将在会晤中力争提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建议 以对话和合作化解潜在的危机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关税风波无疑将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不仅是对加拿大经济的挑战 更是对杜鲁多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考验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国际舞台上 杜鲁多每一个决策都将直接影响到加拿大乃至全球的未来 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 期盼这场对话能为全球经济带来一丝曙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关税是一种由政府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税收 通常用作贸易政策工具 关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产业 增加政府收入和调整贸易差额 关税的征收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 但在现代国际贸易中它的应用更为复杂和系统化 关税在国际贸易协议中常常是谈判的重点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市场进入 在历史上 关税曾被广泛用作经济保护工具 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 关税被用来保护新兴的工业化部门 免受欧洲廉价商品的竞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许多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 降低或取消关税以促进国际贸易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其成员间协调并推动关税的削减 关税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包括从价税 从量税和混合税 从价税是基于商品价值征收的百分比 例如对进口商品价值征收10%的关税 从量税则按商品数量征收 如每吨钢材征收固定金额的关税 混合税则结合了从价税和从量税的特点 在经济学中 关税的影响广泛而复杂 对消费者而言 关税通常意味着更高的商品价格 因为进口商会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对生产者而言 关税可能提供保护 使他们在面对国际竞争时得以生存 然而 过高的关税也可能导致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 从而引发贸易战 这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关税在数据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和WTO的数据 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显著下降 这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 然而 某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中国近年来因贸易争端 导致关税水平的波动 关税的动态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企业在设计供应链时考虑关税 选择从低关税国家进口以降低成本 随着全球贸易政策的变化 企业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和调整其供应链策略 总体而言 关税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既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也是国际贸易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全球化趋势推动关税下降 但其在特定行业和地区 仍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能有效解决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 他提出的25%关税 旨在遏制通过加拿大和墨西哥 进入美国的毒品流入 通过提高商品价格 减少美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可以迫使加拿大政府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打击毒品走私 同时 关税也会促使美国企业回流 增加国内就业机会 因此 这一政策虽然看似激进 却是特朗普对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重大保护措施 楚天书 你这是在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找借口 历史已经证明 关税壁垒会引发经济危机 1930年的斯木特 获利关税法案 就导致全球贸易下滑 和经济大萧条 加拿大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高额关税不仅会伤害加拿大经济 还会反噬美国消费者令他们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 特朗普的政策将破坏两国友好关系 长期来看 对美国经济也没有好处 谢琪琪 加拿大和墨西哥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 打击毒品和非法移民 美国完全有理由通过关税施压 特朗普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 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迫使邻国改变策略 以减少毒品泛滥和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危害 你提到1930年的关税法案 但别忘了那时没有现代化的全球供应链和贸易协议 如今的经济条件不同 关税也能被用作有效的谈判工具 楚天书不要天真的认为这样的关税政策是可持续的 加拿大和墨西哥会采取反制措施 可能会征收同样的关税回击美国商品 这样做无异于两败俱伤 损害的不仅是双边贸易 还有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加拿大可能会寻找其他贸易伙伴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令美国失去市场 特朗普的政策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 而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策略 谢琪琪 即使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反制措施 美国也有能力应对 美国经济体量大 有多样化的市场可以消化这些影响 特朗普的策略是让加拿大和墨西哥 意识到美国市场的价值 以便更好的合作 这样做也是为了促使他们 在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上 采取实际行动 关税政策是谈判的一部分 是刺激对方做出改变的手段 而非最终目标 楚天书美国市场再大 也不能忽视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市场的重要性 特朗普的策略更多是短视行为 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两国经济紧密相连 合作远比对抗 更符合双方利益 通过高额关税来施压 只会造成经济不稳定 加剧贸易摩擦 杜鲁多寻求对话是明智之举 只有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实现长远的合作共赢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各自代表了支持和反对的立场 这不仅反映了美国内部 对于贸易政策的分歧 也凸显出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贸易相互依存的复杂性 楚天书的论点强调了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在解决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上的潜在效果 他认为通过高额关税施压美国的邻国 能促使他们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来打击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 这一观点在理论上看似合理 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首先 楚天书忽略了高关税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 正如谢奇奇所指出的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关税壁垒往往会引发贸易战 进而影响全球经济 而且 特朗普的政策 可能会导致消费者担负更高的商品价格 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利益 谢奇奇则对楚天书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 他强调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 认为高关税政策只会破坏这种关系 并可能引发加拿大的报复措施 造成双方的经济损失 他的论据基于历史经验 指出过去的贸易壁垒如何导致经济不稳定 这一点极具说服力 谢奇奇提到的合作与对话的重要性 也是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中不可忽视的观念 他的立场不仅是对特朗普政策的批判 更是对未来合作共赢的展望 总的来看 这场辩论展现了两位变手 在贸易政策上不同的思考路径 楚天书的立场强调了经济手段的压力作用 企图通过施压促使对方改变 而谢奇奇则主张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 这一切反映了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对于贸易政策的制定 更应考虑到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未来的贸易政策中 单纯依赖关税的策略 可能会因为其带来的经济后果而受到质疑 有效的解决方案 应该是建立在互利共赢 合作共赢的基础上 这不仅符合各国的长期利益 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有深度 有见地的辩论 促使我们对于当前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 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